上面你看到这个筷子很白的 现在它刚生产出来的 你看这个筷子全都是红黄的 想把一次性筷子的缺点讲清楚 慈济环保志工说的口干舌燥 是用这个工业硫磺泡出来的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菌 很多很多 还得提防小孩子乱入 双氧水来漂白的 还有工业硫磺来泡出来的 我觉得我看得好渴 好我知道了 深圳慈济环保志工选在东小公园宣导环保 抱起着影响一个是一个的心念 希望民众改变既有的生活方式 既然我一年一天平均生三十个 但是一年就生了一千多个男生 说起来就不小了 在上海则有企业员工 前往慈济宝山环保站实习 了解资源分类的诀窍 如果说我们都有那个习惯 把那些塑胶瓶压扁 洗洗弄干净 那其实一方面又可以做满宝 一方面也是可以节省这些空间 然后节省些资源 这个慈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且呢希望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呢 变成一颗种子 然后呢去影响更多的人 参与到慈善和工艺当中来 我觉得非常有感触 我也很愿意做这样一颗种子 希望呢去影响更多的人 志工苦口婆心不辞辛劳 期盼一传十十传百 鼓励社会大众修正 对待地球的态度造福子孙 带来新闻综合报导 对待地球的态度造福子孙